運動醫學門診 運動醫學門診不只是針對運動員 而是一般愛好訓練的民眾 或是有些動作問題的人 都可以前來諮詢以及治療 大家好我是光年綜合醫院 運動醫學科陳映之醫師 運動醫學門診會針對一般喜歡訓練的人 有可能是運動員或是一般民眾 你可能會有一些關節的問題 譬如說肩膀、脊椎、狂關節、膝蓋甚至腳踝上的問題 都可以來這邊尋求治療 運動醫學門診花費的時間會比較長 一群每個人的時間大概會到15分鐘 為什麼會這麼久呢? 一開始我們也會跟其他門診一樣 會做簡單的病時詢問 包括疼痛多久、疼痛部位、疼痛的範圍等等 接下來我們會做比較詳細的全身性的檢查 包括關節的穩定度、全身的關節活動度 以及叫肌力測試等等 為什麼要做那麼詳細的檢查呢? 最主要我們要區分兩種問題 一個可能是肌肉骨骼的問題 第二個還是結構破壞的問題 依照這兩個方向呢 我們會給予不同的治療策略 去處理您的問題 那針對結構破壞的問題呢 比較嚴重的我們會建議手術治療 但尚未嚴重到需要手術治療 但如果患者又想要他趕快痊癒 或者是他因為其他選擇或其他身體狀況 不適合手術治療的時候 那我們這時候或許可以試試看另外一種療法 也就是我接下來要介紹的真身療法 真身療法呢 在我們醫院呢 最主要我們會用三種方式做治療 第一種呢 是葡萄糖真身療法 第二種呢 是自體血小板 PRP 的注射 第三種呢 是陽膜的注射 這三種呢 有不同的基準和不同的方式 我們利用注入高濃度的葡萄糖 讓破壞的組織 從一個慢性發炎的狀態 轉變成急性發炎的狀態 唯有在急性發炎的狀態之後 我們細胞才有機會 開始進行再生的過程 所以這個療程呢 因為用葡萄糖的注射方式 它的曉生時間會比較長 平均大概要做六到八次的治療 那每次治療時間約兩到三週 我們人體的血小板裡面 還有很多的再生因子 那藉由我們抽出自己的血液之後 我們家裡濃縮跟純化 離心出來 分離出來的血小板子 重新再打入我們身體 被破壞的組織結構之中 引導它的再生 那跟前面的葡萄糖不一樣的是 它含有更多的再生因子 所以它修復的過程會比較快 平均來說 治療方大概會是一到三次的治療 那我自己個人本身 通常會先打一次 觀看病人的本身的狀況 最終一個月之後 再決定治療的效果 再決定要不要再打第二次 羊膜真正注射它跟PRP不一樣的是 我們不用從身體抽血 那羊膜呢是從胎盤萃取出來的物質 那它比PRP還有更多的生長因素 以及細胞因子 最重要的是還有更多的生長的細胞骨架 那細胞骨架呢可以幫助我們 組織的重新再建構更加快速 所以一般而言呢 它大概只要注射一次就好 另外呢 PRP 最常見的就是 在注射的時候的疼痛 以及術後的疼痛 那羊膜的方式呢 它注射之後的疼痛也會大幅的減少 那這三種治療方式呢 到底要選擇哪一種呢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的 不是要選擇哪一種 最重要的是說 醫生有沒有用超音波的注射方式 幫您做導引 我用超音波注射方式呢 才能確認真正打到的部位在哪裡 才能確認真正治療到 我們想要治療到的病灶 那葡萄糖的真身注射呢 它的缺點呢 它就是要注射大概是 六到八次的時間 那每次的中間的治療時間 大概約間隔兩到三週 所以你要完整做完一個治療 大概花一花到三到四個月的時間 那它的好處呢 葡萄糖的藥劑本身是健保給付 所以民眾要負擔的就是 超音波注射的一個技術費用而已 第二種呢就是PRP PRP的好處呢 它是說它含有比較高的生長因子濃度 所以它在恢復跟重建組織的架構速度會比較快 那平均呢只要大概一到三次 那我通常呢會先打一劑 那觀看病人的反應狀況之後 再決定是否打第二劑 通常呢病人在術後之後 也都需要冰敷 也必須也要吃一些比較強效的 一些止痛藥物 第三種呢是羊膜注射 羊膜注射的好處呢是它不需要抽血 那注射時的疼痛的程度呢 大概就跟葡萄糖的相當 也不會像到PRP這麼痛 注射後的疼痛反應呢也比較少 因為它的生長因子比較多 那也含有細胞骨架 所以通常只要注射一次就好 那缺點呢是它的價格比較昂貴 所以在民眾在確認之前要審慎考慮一下 那術後要注意什麼呢 術後要注意很重要的就是 我們要讓身體抗發炎這個效果盡量避免 譬如說你抽菸熬夜喝酒 這些等等的行為都要禁止的 另外來說藥物的部分 尤其是注射葡萄糖 跟注射血小板的病患 抗發炎藥物的使用要特別注意 我們一般呢會看比較輕微的止痛藥 而不是抗發炎藥物給病患做術後的疼痛控制 所以這邊特別要注意 所以千萬不要因為術後的疼痛 而去去貼藥布 或是在外面吃過強的止痛藥 甚至去打止痛針 這些可能就讓我們這些治療效果前功盡棄 那術後的保護也是相當重要的 那一般來說呢我們在注射葡萄糖之後 我們會建議病患休息臉到三天 尤其是該注射的部位 盡量不要過多的活動 以免造成進一步的傷害 那注射PRP以及注射牙膜之後 我們通常會希望病患會保護更久 第一個有可能是注射疼痛 第二個呢我們會希望它再生的效果會更好 所以一般來說我們保護的時間會是一到兩週 那另外來說呢在注射後我們都會安排回診的追蹤 如果是PRP或是羊膜 通常會在兩週後去觀察你的術後的反應 以及在一個月後我們會再重新追蹤一下 組織生長的狀況 那怎樣評估真正治療之後的改善呢 治療效果呢我們可以從幾個面向來判斷 第一個呢是疼痛的降低 第二個呢是關節的活動的順暢度 如果這些有改善代表治療應該要大幅的成效 第三個呢我們可以重新安排超音波 或是影像學檢查 確認結構有重新生長重建完成 這個幾個方式是可以我們去評估治療的成效的 那結構重建只是第一步 更重要是後面的一些保養跟一些訓練方式 運動醫學門診不只是針對運動員 而是一般愛好訓練的民眾 或是有些動作問題的人 都可以前來諮詢以及治療 我們期望是能夠結合醫療 物理治療以及訓練 訓練讓人重新獲得活動的能力 以及更好的生活品質 訓練極致醫療也是我的座右銘 我是錢燕之醫師 我在光源綜合醫院運動醫學科為您服務 在充足所至接受的基礎 他們說得很重要 在充足所至於充足所至於充足 提升系統套